车程 车程位于名潭坝下方 在日据时期 因浙堂、张脑、木材等运输交易 以及日人兴建日月潭水利发电计划 所导入的人力和物力升级一时 是积极支线的终点站 故有最后的火车站之称 车程车站以木质材料为主要外观 材质朴素、造型典雅、匠心独具的建筑风貌 和山城的景观搭配相得一张 被誉为最美的火车站 在此搭乘积极支线来一趟铁道之旅 可前往水里、积极、田中、二水的美丽小镇 周边的车程木叶展示馆 展示了车程木叶的发展史 美丽的除木池使人流连忘返 临班道商圈亦有许多木质工艺品 还可以DIY手作木工体验 而由废弃的车程国小 转型重申的铁道观光小学堂 车程游客中心 除提供观光旅游咨询外 并加强铁道观光主题 推广铁道文化资产保存 及观光发展 创造车程聚落重申 280年 280年 170年